这是一个载波片 那显微镜在哪里呢 这是显微镜吗 我们这样 这样 再这样 然后把手机放上去 看到了什么呢 这是放大了1000倍的向日葵花吧 哦 这就是显微镜啊 想不到值也可以 可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实验室光学显微镜的原理 它是由两个凸透镜组合来实现放大载波片画面的 而口袋显微镜巧妙地解决了目镜和物镜之间的距离问题 来实现了类似透明球的放大效果 所以 只要知道原理 显微镜这样的精力仪器也是可以用纸来实现的哦 当初蔡伦造纸 绝想不到现在纸不仅能发光 还能用一只做显微镜 过问题来了 载波片上的观察对象是怎么做的呢